大概長這樣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基本架構是這樣 其實裡面的話 就是透過兩個變數 穿針引線 就可以得到結果 而這兩個變數的話 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越來越多 有沒有 1、2、3、4、5、6 一直到9 有沒有 所以呢 可以用FOR迴圈就完成 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剛剛不是用 那1到10就好了 10的話就停下來 就1到9 幫我變出來 然後呢 再把後面的結果 給做出來之後 那在尾巴呢 再加一個TAB 然後並且把它串到後面去 這樣就OK 串完之後 先串一個 有沒有 然後再換串下一個 第二個 再換下一個 那我的習慣是後面這個數字 用一個變數叫J 前面這個變數呢 我習慣用I 所以喔 這邊會需要兩個變數 而且需要兩個回圈 那一個是內回圈 一個是外回圈 所以喔 難度會比較高 不過你想說 太複雜了吧 跟各位講喔 一個表格不就是 有藍有列 那其實就是二維的一個回圈喔 所以這種寫法的話 將來喔 其實會在很多地方上面喔 也會 遇到同樣的狀況 那你還是要把它寫出來 有點像表格有沒有 有藍有列 那其實概念跟這個有點類似 你把它轉換一下 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喔 那我來看一下怎麼寫 那首先的話喔 尤其遇到相對複雜的問題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 像我的習慣喔 我可以先 什麼 先完成 把它拆解開來 也就是說 像這個地方可以拆成兩個step 第一個step 我先 只要我先寫出一列就可以了 如果我先跑出一列之後喔 那我再來改成第二列 其實會簡單一點 那如果你要一次把兩個全部寫出來的話 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兩階段來 首先的話喔 我們不要急著全部跑出來 我們先把第一列跑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列的話 你會發現喔 有哪些地方變化 其實變的地方有沒有 1乘1等於1 然後一個tape 再來1乘2 所以你會發現喔 變的地方就是後面這個數字 那所以呢 我的寫法是這樣子 我直接在這邊喔 先寫一個什麼啦 寫一個for i in range 那不過我習慣後面這個數字用j啦 所以我這邊 我就打一個for j 好了喔 in range 那我這個數字的範圍喔 必須是在1到9 所以1到10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加一個帽號 enter 那我需要跑出的結果喔 就是1 所以喔 我print print什麼呢 前面喔 我一樣都是1乘 所以喔 乘的話用x來代替 那後面的話呢 再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j 所以串接一個j 但是這個j的話是數字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轉型 str 有沒有 瓜胡 然後加一個j 然後1乘上那個數字之後 後面加一個等於 不要麻煩 等於後面的話就是喔 再加雙的話等於 等於兩個相乘的結果 再串接 兩個相乘的結果就是什麼 1乘上j 那記得一樣喔 還是要轉型 所以這邊的話 比較麻煩是轉型 轉來 如果這個轉型沒加的話 那就會發生錯誤 OK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是j的敘述喔 OK 那跑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結果會不會入我們預期呢 你可以執行之後 執行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 我剛剛要少一個tape 後面要加一個tape 可是它換行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 把這個 forj in range 1到10 然後就是 等於是 把1到9的數字先輸出 記得後面喔 還要再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 tab鍵 反斜線T OK 那這樣就OK了 那還有一個地方 執行的話喔 得到結果 當然後面會有個 tab符號就出現了 那還有第二個啦 你會發現 為什麼它本來 我是希望它能夠接在後面 但是它換行的 為什麼換行 好像前面有講過嘛 主要原因是 因為print本身 會帶一個enter 所以如果我要把那個enter 把它去掉的話 把它接到後面去的話 還記得吧 剛剛我們才用過 就是直接在後面加一個什麼 豆點 end有沒有 尾巴的那個換行幫我清除 所以你就加一個end等於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結果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它就會幫我產生第一列出現 有沒有發現 1乘1等於1 然後有沒有 所以J的話放進來之後 它就跑第一個 然後一個tab鍵 然後1乘2 有沒有 這一邊的2嘛 然後一個tab鍵 一直到9 就完成了第一列 那你想說第一列ok之後的話 那第二列怎麼做 很簡單嘛 把前面的這個有沒有 前面不是這邊有個e嗎 把這個e有沒有 改成i 然後呢 再做輸出 只是說你必須要產生那個i的話 那你變成要加上第二個for回圈 可是第二個for回圈 特別重要 你不能夠直接把它加在跟j 這個回圈同一階 也就是你必須要把它加在外面那一階 那至於怎麼加喔 請各位先試著把第一階段先寫出來 那這個程式不多 兩行 但是很容易寫錯 所以如果你假設怕寫錯的話 我是把它寫在這裡 其實就在第幾頁呢 第三個單元的第四頁裡面 把輸出結果 可以來試一下喔 再來就是要把這個一列變成多列 那一列怎麼變多列呢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外面再包一個 就是把原來這邊的e有沒有 改成i就可以了 那只是說要怎麼改i呢 很簡單 你就把forJ這一行怎麼樣 把它直接複製到上面 然後呢 把forJ改成forI 但是問題 forI跟forJ不能同一階 所以呢 請你把forJ 第二跟第三行 這兩行選起來按TAB鍵 意思就是說呢 讓它跑到這個i的下一階 也就是說呢 它會先跑i的時候 i先跑1對不對 然後呢 J就跑1到9 在下一個的話呢 i跑2的時候 那J還是跑1到9 因此類推啦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那這個概念喔 跟我們9怎麼樣很像 有沒有 就是呢 它會先跑前面的 後面的要1到9 有沒有 再跑2 所以此類推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1怎麼樣 改成什麼呢 改成i 所以這邊在串一個什麼 前面呢 串一個i的部分 我用這個來改 有沒有 這邊的話 String i 那一樣啊 我是覺得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呢 你必須什麼 一直串一直串 相當麻煩 所以 這個 這個 這個i的話 改成i就可以了 好 那理論上喔 這樣子 我們程式 大致上 就寫完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程式不多 但是結果是不是如我們要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一下 好 你會發現呢 得到的結果呢 已經很接近了 有沒有 1乘上1 有沒有 一直到1到9 但是有個地方 比較不OK的 什麼 什麼地方不OK 就是2的部分 應該接在下面 可是它變成什麼 欸 它變成說 反正呢 1後面就直接接2了 也就是說它沒有放行 那為什麼沒有放行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 Printer有沒有 通通 它的 換行全部都吃掉了 所以呢 變成說 它該換行的時候 沒換行 所以喔 那要怎麼樣讓它可以 該換行的地方換行 這個有個地方 要特別特別注意 你必須把程式 在哪一階呢 記得喔 在這一階 不是這一階 Enter之後的話 Bag到前面 也就是說 當這個1到9回圈跑完之後 加一個換行 欸 那加一個換行 怎麼換行 很簡單嘛 你就在這邊打一個Printer 就好 Printer小刮符 如果你加一個Printer小刮符 裡面什麼都沒有的話 那就表示換行的意思 OK 程式就寫完了 我們來執行看看 如果這樣OK的話 所以其實我主要是改的哪個地方 這個原來的嘛 主要是改上面這個 For i有沒有 把它這裡面的換下一階 然後改這裡吧 原來是1改成這個 然後這邊改成i 那這邊加一個Printer 欸 程式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執行看看 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呢 執行一下 OK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程式寫出來 那你看 其實程式並不多 但是效果還蠻大的 也就是說以後 假設你要從 比如說網路上 撈一個表格下來 那如果你要處理的話 其實兩個回圈 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剛剛有一個很困擾的地方 什麼地方困擾 就是說 你會發現i跟j 還有i乘J 前面都要轉型 那如果不轉型 其實會蠻麻煩的 所以其實這裡的話 各位可以思考 就是你可以用Format來處理 有的時候 會變比較簡單 那怎麼處理 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 其實最後的話 如果要把它改成Format的話 我其實在雲端上有放了 那你們可以參考 很簡單 就是說 Format的話就是 你可以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我把它先刪除掉 這一串 那我把它刪除掉之前 我先怎麼樣 我先把它註解一下 不然的話到時候不見 很麻煩 那Format怎麼做 其實Format有一個很簡單的地方 就是說 你用大瓜糊 假如大瓜糊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放的話 那表示你就要放個變數的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可以 我這邊放i 所以用大瓜糊來表示放i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呢 再放追 中間加一個乘號 然後加一個等號 然後再加一個大瓜糊 然後再加一個tab 也就是說 它的架構就跟九層八角 這樣的一個架構 其實蠻像的 哪一個數字 乘上哪一個數字 等於哪個數字的乘七 這個tab 然後後面的話 只要加上個點什麼 點format 那我後面的話 因為有三個大瓜糊 所以format的話 後面必須要給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就是i 所以把i的值怎麼樣 丟到這個大瓜糊 把追的值呢 丟到第二個大瓜糊 那把第三個值 就是i乘追 丟到哪裡 丟到第三個大瓜糊 ok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呢 我們最後 豆點之後一樣 加一個end 等於空的 然後 然後瓜糊 好 這樣的話呢 當然上面的寫法 跟下面的寫法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只是說 其實為什麼要特別改成format 主要跟各位講說 其實如果我來寫 我還是會比較喜歡寫下面的方法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你可以把格式跟變數分開來看待 不然的話你原來寫上面的寫法 就變成你要一邊轉型 一邊串接 一邊轉型 一邊 你又忘了轉型 那串接之後 又會發生 那個形態錯誤的問題 但是format這個地方 就不用顧慮了 ok 所以兩種寫法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畫面再還給各位 好